今年第32届全国中学华语戏剧比赛 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停办后 如期而至 散放出属于戏剧的光芒 欢迎大家出席我们一杯可杯 第32届全国中学华语戏剧比赛 聚光的力量 悬赏的朋友可以给我最有活力的掌声 来欢迎五位的评审老师 掌声有行 好的戏剧表演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思考社会文化历史等等重要议题的途径 传递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通过戏剧我们能够激发青少年学生的创造力 表达能力和情感共读 让同学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 同时透过彼此的协作 还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提升社交能力 戏剧作为文化传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为这个城市增添了更多的文化的获利 所以这场比赛不只是学生们展示才艺的舞台 更是变成文化事业的一个盛会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场文艺盛典的精彩 今天我看到好多位评审都是这一个华语戏比赛产生的文艺的个人才 因为他们当年也是在这个小小的舞台走出去踏进这个全国以及世界的这个大舞台 今晚特别感谢我的前恩师张振仁老师 他所创立的英才文化抗乐中心 即他主办了31届 今年步入第32届华语戏比赛 各位欢迎戏剧金像奖将是由我们现场辞掉的观众投选 我们先给所有的演员一个鼓励的掌声好不好 对于所有参赛的学生表示由衷的恭贺 你们是槟城未来的新火传承者 最杰出男女演员奖 我想像戏剧比赛 工委会的工委会主席及成员们 表示最诚实的感谢 这场比赛才得以如其举行 祝愿各位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都能够有所收获 成为具有戏剧艺术素养的全面发展的新青年 愿所有穿赛的角身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 为槟城的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佳戏剧金相奖 恭喜大中中华独立中学 恭喜盆毅国民行华文中学 我们期待未来的马来西亚戏剧电影 能看到你们的身影 为槟城争光 为马来西亚争光 代措护的龙下 导致录 tro 在录外市亚争光 尊敬 大坟贼 松祸 金梨 叹 号 !". 啊